早安现场 各位听众您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早安现场这个单元 志平来跟您探讨这个话题 什么是漫非天使呢 又什么是发展迟缓儿 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很关心这个议题 其实在志平的身边 我们曾经发现过不少这样子的迟缓儿 而今天我们来带您看一看 迟缓儿他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社会资源的帮助呢 很多的家长想必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这个话题的答案 来跟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这位是伊甸基金会内湖松山枣资中心的资深都岛廖林岳 读导您早 主持人大家 听众大家早安 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想可能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稍微先解释一下 我常常看到所谓的漫非天使 也就是所谓的发展迟缓儿 他的定义是什么 可能需要读导跟我们的听众说明一下 好 各位听众早安 那尤其在那个发展迟缓的儿童的定义上面 其实在每个儿童在每个年龄层上面 都有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标准的表现 那最常听到就是说我们说的七座八爬 然后九发芽 那这个部分的这个发展的里程碑 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在动作或者是在语言 或者是认知的表现上面 他们有比较落后于童年龄比较慢的一些情况 这样子的情况的发生 我们就会定义它是一个直缓的一个情况 对 是 所以直缓儿大概发生的比例有多高 好 那其实这个发生的比例的话 其实应该是说就我们所知的统计的数据来讲 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不过在都会型跟在所谓的比较是 城乡的差距的表现上面 这个发生率是其实有一些些不太一样的一些表现 是因着发现率而有不一样的一些数据的表现 对 台湾的台湾的大概发生的情况有多少 好 台湾的部分的话 目前的话以都会型来讲的话 就是以我们所在的比较是五都这样的都会型的话 它的发生率就是发现率它确实是比较高一点 不过其实通报进来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发生次缓的儿童 会进到一个系统 然后到一个早聊的服务的一个叫通报系统的这样的服务 我们的看到的部分都是比较慢一点 甚至三岁以上 所以其实整个发生率来讲的话 是期待可以到百分之六 不过现在目前的发生发现率来讲 其实是低于这个数据的 是 你刚刚说 持缓儿的发生率 就是说发现它是持缓儿的话 通常会拖的时间会比较久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在于台湾整个经济的成长 整个家庭的形态的整个转变 所以看到整个家庭的多样化 比如说双新家庭 然后整个照顾的系统可能不是那么的足够 所以有可能会是隔代教养的情况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再婚的重组的家庭 那这些家庭的形态 其实都因着现实的环境的条件来 主要照顾者或者是父母 或者是阿公阿嬷 照顾的过程里面 其实家里的部分都是比较忙于生活上面打拼 所以其实在于孩子真的能被发现的部分 除非他有很明确的一个行为的表现 比如说他真的讲话到两岁了 他还不能讲话 那或者说他到了两岁还不能跑 那这样子很明确的一个指标 家长好像才比较能去注意到孩子的一个行为表现是比较慢 那才会进入到整个 可能会关心孩子的一个发展 是不是比较落后 那所以整个家庭 应该是说台湾目前的经济的情况 然后家里的一些 就是一些环境的支持也不是那么的足够 所以造成我们的孩子确实在于某一些 我们要发现他很明确的一些发展磁患的情况 确实会有一些些延迟的一些情况的发生 对到你这样讲 我就会这样去回想过去我所遇到的状况 就是好像我的朋友里面 或者是我的长辈里面 他们的家庭里面 其实是想说 这个小孩子 这个孩子 就是如果是乖乖的 就好了 他不会想说 如果说你是调皮捣蛋 他反而觉得很伤脑筋 所以反而大家对这个孩子们的 小孩子们的期待 就是你越安静越好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发现率 会让大家都失去了戒心 对不对 也就如主持人所说的 确实有一些发展磁患的孩子 他的外形性很强 那有些孩子 他其实有一些大部分的孩子 他其实是有一些 比如说比较隐形的 比较是内在的这样的障碍的表现 他不是那么的外形 那除了孩子自己本身的表现 不是那么外形外 其实我觉得整个大环境的部分 可能对于发展磁患的孩子 还是有一些些刻板的印象 或者是提示 或者是不认同的情况 造成这些孩子会比较难进到系统 是因为主要照顾者 在还没有足够支持下 他很难去接受孩子目前的情况 他会很担心 他的孩子是不是就慢了 然后就被标签了 所以对于外界的部分 会很在乎外界的一些眼光 那这个部分会造成一些隐形的部分 是没有办法去显现出来 那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都会的 像我长期在台北市 耕耘早聊的这个工作 我也可以发现就是说 其实在于都会型的弱势 就是都会型的弱势 因为家庭的整个形态的转变 所以隔代教养的部分 所以他们会觉得孩子 只要能吃能跑能睡 其实就好了 那其实到了入幼而圆 或入国小这个关卡 他们才会惊觉到 我的孩子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 那除了都会型之外 还有就是 就是我们伊甸基金会 因为长期益住在台湾 各个地方都有 投注早聊的一些踪影 那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是偏向的部分 那偏向的部分 这个我想听众应该 大部分都知道是说 这样的经济的情况 其实又分布了更不均 然后隔代教养的情况 是更严重 那所以在教养上面 可以给予的支持 或这样的观念 其实是 他其实是更自爱男性的 有更多更多的障碍 是没有办法让孩子 及早可以让他 进入到整个早聊的系统 来做服务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为您访问的是 伊甸基金会 内湖松山藻资中心的 资深督导 廖灵月 请廖督导来告诉我们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 就是很多很多的漫飞天使 其实就是所谓的发展迟缓儿 如果可以及早发现 事实上他们的治疗的情况 是非常好的 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绝大部分的家长 也许是知识的不足 也许是内在环境的一些落后 偏偏就让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迟缓儿 他们是越来越晚被发现了 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没有办法及早开始治疗的话 很可能就会影响到 他的在未来 在这个成长上面的一些表现 好 这个接下来很多家长 可能就要问了 我来帮他们问这个话题 所谓的这个迟缓儿 隐形的需要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 从哪些指标来看 来判定说 我的小孩 他是迟缓儿 应该是有一些指标 对不对 可不可以请读到 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不好 好 那就因为应该是说 在早聊的阶段 是六岁以下的儿童 那其实六岁以下的儿童 在每一个年龄层上面 他其实都有应该要发展的 一个所谓的里程碑 那所谓的里程碑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七个月 他就要会坐 坐起来 会独立坐 那八个月 他应该就会爬 这种协调性的发展 那其实一般的家长 应该就是说 对这样子的口口 就是可以了解的 这种口语上面的 这样子大家都会非常清楚 可是有太多里程碑 是这样所不熟悉的 所以我比较会是建议这样 就是说 其实我们目前来讲 资讯的取得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伊甸基金会有一个 就是儿童发展的一个 筛检的APP 其实家长可以使用 这个检测的一个APP 或者是台北市社会局 也有一个检测的一个APP 那这些APP都可以协助家长 去了解 在每个年龄层 它应该表现的一个 所谓的发展的里程碑 然后进行检测 那还有另外的就是 其实在于所谓的 所谓的健保的这样的给付 其实有给孩子做预防注射 那也有所谓的儿童健检 那这个儿童健检的部分 也会针对儿童的一个 发展里程碑 进行一个粗略的一个筛检 那也是可以协助家长 去了解这个发展的 一个是不是有比较落后的情况 那不过我觉得 就是还是会建议家长 就是说平常还是要多 多观察孩子 跟一般就是跟 同年龄的孩子的 一个行为的表现 是不是有一些 比较异常的部分 然后就可以寻求 比如说像小儿科医生 或者是心智科的医生 做一个咨询 然后了解一下 孩子的部分 是不是有比较慢 或者是可以打到 也可以来 就是我们的医療基金会这边 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 找疗的服务的一个据点 然后你们都可以来 做一个发展的一个咨询 那其实这个部分的 直接的厘清 会协助家长 在及早的部分 可以先 我们先不讲 它是不是一个迟缓的情况 最起码我们可以 劝我们的孩子发展 都跟上一般的年龄层 不会让我们的 等到落后的部分 然后我们才会 再做介入处理的部分 就会比较慢一点 是 越早开始越好 对不对 不过杜老 您刚刚提到 有关于筛检的APP 就是手机去到 Android 或者是iOS系统的商店 其实我们就可以 随时找得到 只要输入 早聊的筛检的APP 的字样就可以了 你只要输入就是幼儿发展检测 那其实会有 幼儿发展检测 对 那其实相关之间 其实有非常多的APP 都 其实应该是说 幼儿的这个发展 其实有非常多人 都在关注这个幼儿的发展 所以其实你只要打入 幼儿发展检测 其实会有相关的一些APP 就跑出来 对 哇 这个太方便了 这想必现在一定要告诉 所有的家长 有这样的资讯 对 那好 这个事实上 其实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些 其实很重要一点 你就直接来跟伊甸基金会 联络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大家也许想要知道 就是说伊甸基金会 可以提供哪些资源的协助 好 那伊甸基金会 其实在13个县市 目前已经有25个 疗愈的服务据点 那其实你只要在网络上面 搜寻漫飞天使 其实就会进入到 我们整个伊甸的一个服务的系统 那你可以在各个县市 就近的去寻求你所需要的一些 直接的咨询的服务 那另外一点 其实基金会也长期在投入 这个孩子的 所谓的定期筛减的概念 所以其实我们每年的4月 我们都会有大型的 儿童发展的筛减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同步的会 就是 就是会发送一本叫做 儿童发展早知道的定期筛减的 一本粉红色的小册子 给每个家长 那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是非常欢迎 假如说有需要的家长 都可以来信说去 那就如果刚才所说的 你只要打入漫飞天使 就可以进到伊甸的官网 就可以就近的寻求 你所在的县市 然后寻求这些资源 那其实现在的资源的便利性 其实网路上面的资料 是非常多的 所以其实只要听众 可以进入搜寻的部分 其实资料资源的提供的话 可以就您的需要 来跟我们基金会做一个 你比较适合的一个 服务的一个提供 是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有一些 弱势的家庭了 他可能家里面真的有 这样的吃换儿 行动吃换儿 发展的吃换儿 那他又是知识上的弱势 同时他也可能是 经济上的弱势 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 民众一起来帮忙 我相信光靠 伊甸基金会应该力量 还是非常薄弱 怎么样我们的民众 也许今天他听了这个单元 他会觉得说 好 我愿意来对这个 发展吃换儿 有一点点帮助 他可以怎么帮助的 大家呢 好 这个部分我就要提到 其实伊甸基金会在迈入早疗 服务今年已经是第23年了 那所以其实民国86年 我们在台北市就已经开始推动 所谓早疗的家庭的一个个管式的服务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也长期在关注的 就是整个早期疗愈的家庭的一个 弱势儿童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关注到是整个家庭的部分 因为孩子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家庭 然后所以我们会以家庭的一个关注为主 所以我们长期有在意诸一个服务 叫做弱势儿童的一个服务的计划 那假如说听众愿意来支持我们这样子的 一个服务的计划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你的捐款上面 可以指定说 我想要意诸这样的资源 让我们的这些慢飞天使可以及早的 衔接上他们适合的资源 让这些弱势儿家庭可以及早的提供 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些协助 让这些家庭可以被接住 不至于落到一个 可能就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听众假如说 有希望跟我们一间基金会来 一起来投注这个服务的计划的部分 那就欢迎听众可以拨02-2230-6685 这支电话 那就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服务 02-2230-6685 这个电话千万不要忘记 那那个有没有这些邮局的划播账号 好 那划播账号的话 那就要麻烦听众 那可以帮我们多就是记下来 那我们的号码是0579-3779 0579-3779 就是邮政划播的账号 对 好 这个各位听众 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单元 你觉得其实 我们愿意要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更帮助更多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可以避免因为太晚发现而延误了治疗的这个机会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伸出我们的双手或是我们的经济能力一起来帮助他们 帮助这些发展直缓儿也就是所谓的漫飞天使 让他们赶快迈开学习的步伐 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伊甸基金会内湖松山枣资中心的资深督导 廖林月廖读导接受我们的访问 读导 谢谢你们 真的是 好谢谢你们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